买铃薯不能更好吃 但最好吃的样子就是这样子 简直完美 要正啊 卖了太多了 还是直接来吃吃看 喜欢的话再买一代 全部都走了 你就要吃一块好了 SALUT各位观众大家好 欢迎收看下班是生活 下班做什么 来当美食老司机 每一次集到台南 身边的人 都会有一对口袋名单 我来台湾这么久 但其实我真的还没体验过 台南的美食 所以今天我来担任 美食老司机 来看看Google评论上 拼分高达四个型以上的美食 走吧 非常期待 GO 我不知道台湾人 对台南有什么印象 我的印象就是 是一个很老的城市 然后美食很多 但是因为我就有来一天 然后我就有去那个 八宝宾舞 一直很希望我有机会 来具体试试看 我们现在到我们的 技嘉餐厅吧 哈啰大家 我们的技嘉餐厅叫做 好事成手工蛋银 然后这里的脚派菜 我们来讲的是 粉浆蛋银 我不知道粉浆蛋银是什么 台北没有啊 我真的从来没听过 然后我们点的是 夏浆蛋银 我一直很想吃夏浆蛋银 然后这个是 网美一定要点的 所以我也点了 鲜奶茶 还有 豆浆红茶 来喝喝蛋吧 这个跟我一般喝的 豆浆红茶很像 奶茶是鲜奶茶 感觉这个鲜奶还不错 可是呢 它的甜度没有很高 我们试试看这个 这个有酱料 所以老板特别做的 蒜头的酱油 这个是起司的巧妆 赤空起司蛋银 王妹提前的 做美 欸法官人很久就有起司啊 上次都很 我看我唱的一样 还不错 它的口感很不一样 我看我吃的蛋苹果有 比较软又比较脆吧 很奇怪啊 那我就这样好吃了 真的很好吃 底下来是沙茶的 我每双套会有沙茶的蛋铁 所以我真的没经过 看得到里面的沙茶吗 有吗 我现在不爽战 因为我觉得有 是原味的 是很好吃 但是我觉得没有沙茶的味道 我怎么大概这个不一样啊 这个籍子比较多 我最喜欢的是王美提点的 这个我给酒粉 欸台南真的很多没事啦 我真的每次都会有 做不一样的东西 想问一下老板妞有没有什么 值得推荐的 因为我只吃过一次 我很不了解 我喜欢芒果 只有给我 没关系 想吃老板妞 就是 最能代表这里的东西 因为我真的是一个 不了解的安兜啊 所以芒果不嫁吗 没有芒果啦 那是地瓜 没关系 没关系 你不是第一个 我不是第一个吧 好丢脸喔 很多人都说 你那个是蛮多的 好 谢谢 来 五十五 五十五 这么便宜啦 便宜啊 很多客人都不敢吃芋头 自从吃了我们家的芋头之后 从此就爱上它了 哇 这么正性啦 对 摆回家 然后加上鲜奶 变成芋头牛奶 超棒 那我是要怎么吃 慢慢做 慢慢做 OK 所以我吃下面的东西 加上一件瓶子啦 好 我来吃吃看 再说有点 哇 怎么吃呢 来自法国的我 不是习惯吃这种甜点 它比较不是我喜欢的那种 它是甜的 有点像我在吃一样 天气很热的时候很适合吃 口感很特别啊 这个蛮不错的 这个蛮不错的 它是花豆吗 这个蛮不错的 然后这个呢是果冻嘛 中文什么说的 粉果 粉果 像果冻一样 我的接受度很高 我不是不接受 我是没有特别过瘾的 呵呵呵 我有可能就喜欢那个桃圆 我喜欢桃圆的口感 淡美加的这次就是手工的桃圆 应该是芋头的味道 还有这个奶色东西的味道 OK 我又来一个 我至少试试看 我自欺的口味 这个冰比较少 然后我又加那个盐子 有地瓜 还有旁边的较多 我可能比较会喜欢这种 盐子来吧 喜欢 这个不算是QQ吧 然后地瓜呢 这个不算是QQ 好好吃啊 这个不算不错 他也有这个啊 他也有这个啊 不是米台姆 哦 米台姆 我比较喜欢我这次选的 我给多少 欢迎到我们第三间 假计養行 很多人在排队 但是我还是想内用 在外面内用 我还是要问老板 什么是最值得推荐的 你好 想问一下 所以你最純箭的是什么 叫白鱼 白鱼 白鱼 白鱼也是啦 那买鱼术一定要买吗 买鱼术有 那我买鱼 就是这个 然后 甚至这个 还有你们的买鱼术 对 哎呀好多东西啊 这样子是200米 看起来真的很好吃喔 感觉很香啦 所以这个算是 香酥小鸡块 不得 你觉得是眼醋鸡吗 有什么差别啊 不会 想问一下那个小鸡 小鸡块 对眼神是有什么不讲的 烟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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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是搭配马铃鱼 这个要跟白鱼术 对对的 它是姜马铃鱼 OK 有解 是不是有人笑鸟鸟 泰国的鸟鸟 在吃美食 这次影片 我要来吃台南的美食 在台南啊 哦 这个白鱼术感染真的很不错啦 那我先吃什么 那个鸡 鸡腿吧 感觉很香很脆 我不敢吃辣 所以其实只有胡椒粉 很香 真的是很香啦 有那个 鲜味 你懂我的意思吗 看得出来带有多香吧 我看满分啊 跟我在外面吃的鸡腿不一样 不知道网友 有没有来过这里 是火花街 然后很多很有名的家旗店 这个是最好吃 我现在要吃他们的美食 跟我们在法国吃的一样啦 每个鸡腿也皱的 嗯 里面好软哦 在嘴里融化 软到会坏掉耶 意思是很好吃吧 要是我的话 我还会加一间眼巴 它有嘴尖的酱料 是眼巴 大家看看嘴尖的是眼巴 看看嘴尖巴啦 美食不能更好吃 但最好吃的 样子就是这样子 里面很软 它就比脆脆的 加一间眼巴 简直完美 好 接下来是在一起养行的 香薯小鸡筷 我看一下 跟我一般吃的眼素鸡有什么不一样的 感觉眼是比较深的 茄片没有很多 反而是很好吃 但比较咸吧 接下来是那个 香薯小鸡筷 你要吃啊 你不敢说 要真啊 卖得太多啦 还是直接来吃吃看 喜欢的花菜卖鸡 你看 你再来吃吃看 全部都走了 你就要吃一块好不好 跟眼熟鸡有什么不一样 差不多吧 就比较多 那会比较多 就比较好吃 好 那可以擦是中央贝茶叶 看起来会有看到香气 加一支我们的草莓鸡 哦 现定的吗 那有这一款是草莓冰 上面有我们自己收的 是哪一家 我会领备 可以送珍珠鲜奶 然后这个 你最推荐哪一个 可以喝看看我们的草莓鲜奶 ok 那我来这个吧 好 我想看观众介绍一下 最终妹妹 还有观山珍珠鲜奶 是男人的脚牌 然后这个是限定的口味 对不对 欢迎moji moji的店长 怎么照顾你 理理 就是年龄都是你范名的 对对对 那你可以来介绍一下 这个是我们季节限定的草莓 厚厚厚 對 上面有一隻是奶蓋 然後裡面還有加很多配料 還有新鮮的草莓 要攪20下可能好 你來 我來 你來 以後老闆幫我再好喝吧 這樣我們再好喝 走走 這裡有草莓的味道 不錯 所以台灣是草莓 是台灣的 新鮮的 新鮮的草莓 入口乾的一個總和 而且我們每年只賣兩個月 有草莓的時候才賣 沒草莓的時候沒有賣 東京的水果 這樣比較有環保 很不錯啊 我覺得很適合的 這個呢 招牌 這我們的招牌 招牌啊 還是有一點點出來 對 這底下是現做的珍珠 然後上面是有蓋一層奶蓋 然後有灑我們台南收草 仔細草的那一檔 官山 對 你們也全的 對 而且喝得到顆粒 你覺得我喝得出來 跟其他閃紅的菜別嗎 可以 啊 可是很愛攪拌的時間 我會來我聊 因為要把熱的跟冰的小飯在一起 我以為會比較有煎 所以就我們有膩啊 因為它是純黑糖 沒有加其他 暗七八糟的糖 暗七八糟的糖 就是你的煎不懂嗎 喝黑糖是對身體的糖 對 還是你比較好 對 健康嘛 我最喜歡的是這個 還有你的蛋糕耶 這個是 是不是法國的 對 法國的 所以我們法國南部的吧 但是 欸 我沒看過就成功了 因為我們有融合一點激烈的元素在裡頭 這是滿強的嗎 對 滿強的 法國的不會 就是硬 沒有 我們把它做特殊的口感 因為台南比較熱 所以要吃冰冰的 嗯 OK 口感不一樣 完全不一樣耶 對 很特別啊 吃起來有點像冰箱的 因為我在吃凍的版本 對啊 身為一輪法國人 我就喜歡 吃過這個版本 哈哈哈哈 所以每吃過 泛國版本對台灣人 可能會喜歡 應該滿爽快的吧 對 賣得喝 不要相信法國人啊 所以我們的 我覺得很不錯 OK 我來唸一下 黑桶有茶 做的茶 就是黑糖搭配茶 黑桶佐茶 過台南的美好熱茶 美好熱茶 對 好 歡迎大家到 呼吸中牛肉湯 我竟說是 海南最好吃的牛肉湯 好像他們的牛肉也是 怎麼講 好 對 問題有 總早就 現在的 你好 我聽說這裡的牛肉 非常好吃 早知道一下 這裡的 有哪些特殊 然後 有這個 覺得特殊的嗎 牛肉湯 我們有分三個等 這是瘦肉的 現在就是 他們有經過 冷藏過冷凍 所以它新鮮度是夠的 它來是溫的 所以叫溫平 那我想吃你們最一 最拿手的菜 好 OK 來吧 感覺很新鮮喔 太冷 切得很細 好 好 逆文切 所以吃的牛肉是生的嗎 它是生的 然後加高湯而已 然後 我放一點鹽巴 好 OK 我還以為是 砂糖 好 這可以放一下 可以上幾袋 有這麼簡單喔 這這麼簡單而已 還有 這簡單的東西最好 對 哇 這個 沒有可以吃 是不用剪麵什麼的 就去吃 就不要吃 開動 甜啊 口感很棒啊 老闆 我喜歡那個口感 味道也很好 這個湯很好喝 那湯裡面是什麼 這個湯是什麼湯啊 裡面有加牛肉 牛腩 然後很多牛大肚 那個是用牛大肚去熬 還有很多的牛腩 一天要煮三鍋 好吃嗎 因為這個牛肉切得很細 對 功功好 是不是夠乾很好 你是不是在流口水啊 你很爽吃啊 絕對說老闆 就是提供我桌的醬料 會爛嗎 一點點是法國人就很多 這樣還是有點尖吧 哦 這樣更好啦 更好吃喔 OK 8分 你看老闆 送我什麼 覺得是 是蔥吧 哦 不錯 留下胡椒汤 這個 中秋節的時候 很適合吃 這個蒜吧 我會死 不要吃吧 我最後也很臭 好吃 哈囉大家 我到山農街 我竟說是台南 最保存的老街 在清朝時代的時候 已經是一個很熱鬧的地方 現在很多老無片城 民宿 完成店 還有酒吧 沒有吃過 非常的期待 你們看 已經很漂亮吧 有很多燈籠啊 剛好是我非常喜歡那個 傳統的感覺 這個風格啦 我們去裡面看看吧 這個很像 很像日本的 很漂亮喔 好傳統耶 這裡很多老虎 哇塞 我最喜歡古廟 跟我在百里的房間一樣 呵呵 這裡的甜點看起來很好吃 但我因為下班式生活已經吃飽了 這個禮拜不用再吃飯了 好大家 我今天玩得很開心 我想謝謝下班式生活 再次來找我合作 今天我知道很多美食 每次玩到台灣的美食有這麼多 因為我只有來過以前而已啊 所以今天我真的很開心 我有這個機會啊 感覺我現在更尤其台灣的美食 但是可能很多東西還值得去試試看 我今天知道最好吃的東西應該是 夾雞養行的夾雞腿 如果喜歡這支影片的話 要記得訂閱下班式生活的頻道 也可以按讚分享這支影片 然後歡迎到留言區 跟我們講你們想看什麼樣的內容 什麼樣的影片 大家我們下次再見喔 拜拜